哈利路啊 我很渴望 我们现在整个教会 从儿童学生 到我们大人 到年长牧区 我们认领671 这是我们是正在接触的 或跟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同事有关系的 无论你认识他 不认识他 每一天你就为 十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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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祷告 我们多么渴望 在我们14周年7月份的时候 我们真的说 主啊这六百七十几位 主啊真的 我们说主一百 我们信心很小 六百七十几位 我们说主一百位受洗 当然神若给我们恩典 两百位受洗 我们更感谢神 所以这是我们每一天 放在祷告里面 另外我们真的要为下一代 你知道我们的神 是什么样的神 是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神 你知道这句话在想什么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神 神与亚伯拉罕 立约不是只有停在亚伯拉罕 这个世代 这个约要直到亚伯拉罕 一直到伊撒 一直到雅各 一直到千千代代 因此神的心意 是要传承的 所以没有了下一代 我们这一代再打拼 没有了下一代 这个就传承不下去 所以仇底要断掉 断掉所有所有 与下一代的连接 因此我们一直在祷告的时候 主啊 虽然现在疫情正处在高峰 到底这个月 下个月 七月会什么 我们真的都不知道 没有人能知道 我最近看到一篇报道 讲到一般性的流感 跟这Omicron 或所谓新冠肺炎的不一样 是因为过去的流感 它是耗发在秋冬 然后春夏就会停掉 所以印尼它是一个循环 然后会有停止的时候 可是现在的新冠肺炎 它是没有不知道时间的 以前是一年会有终止的时候 现在是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而且那个病毒是不断不断繁衍的 先生你知道这时候 我们更要在RPG的线上 彼此连接 我很渴望你知道 你的祷告我的祷告 我们的连接 我们的关系 在神面前 会带来这块土地的改变 阿们 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在灵里面 能够明白神今天呼召我们 在这地 而我们今天 在不只是属于约尔 约尔属于这城市的众教会 我们在这里 神呼召众教会 神的儿女 百姓 我们成为新富 成为高阳战士的目的 就是要来改变 转化这块土地 阿们 所以不是单单 只是为我们自己 我们只是说主啊 我们 只是守本分 我们如果认领了 五六百位 六七百位 我们只是守本分 来为他们祷告 而下一代 既然在我们手上 主啊 这个传承就不能断掉 阿们 你知道那断掉 多么可怕 仇敌就是要让你断根 断绝子孙 没有 属灵上也是一样 没有的时候 多么可怕 神的国度要世世代代 阿们 所以要一直记得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神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所以我每一天 我说主要在神面前 我不是要吹逼下一代 下一代已经被我吹逼到 快咪笑了 我说不是 因为我知道 这个太重要 你知道这句话 一直在我里面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说主我求你 不是与我立约 要与我们世世代代立约 阿们 所以今天我的信息 要跟大家来分享 我会分享一段 然后带大家来祷告 你知道 当我们今天要恳求圣灵 开通我们的耳朵 给我们受教的耳朵 给我们一个心 能够明白 当今天信息讲到 关系的时候 跟他们说关系 讲关系的时候 不是只是 让自己成为一个 讨人喜欢的 只是当我关系好的时候 人都好喜欢我 然后我也成为 能够讨好人的人 我现在讲的关系 都不是 跟他们说都不是这样 我现在讲的关系 都不是 我成为人人喜欢的 人人好喜欢 我去讨好别人 然后都不是 我现在讲的关系 现在也不是一种 官说为了利益 一种对价关系 圣经讲的关系 都不是在讲这些东西 我要讲的是 关系是多么重要 关系 关系让我们看见的是 我们跟上帝 我们跟人 以及我们跟自己 而关系为什么这么重要 就好像神创造鱼 把鱼放在水里面 鱼没有水 是活不下去的 人的生命 不在关系里面 是会死的 阿妹 没有关系 我们活不过来 是会死的 就像鱼没有水 是会死翘翘的 人不在关系里面 也是会死的 活不下去的 当然我们是要承认的 要经营关系 建立关系 真的有时候 不是那么容易的 每一个人的个性性格 成长经验 妹妹 都不一样 阿妹 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 你的很多观念 我的观念 都很不一样 我们正要承认 要建立关系 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甚至有很多艰难的 很多困难的 但你要成为生命的赢家 我们就不得不面对 关系 这一个这么重要的议题 即便建立关系 跟人互动 是很困难的 我在说 非常困难 不容易 但是你不能因为困难 就放弃关系 拒绝关系 就像我们感冒一样 我们感冒 我们会发烧 流鼻水 甚至咳嗽 然后会鼻塞 但你不能说 因为鼻塞很困难 呼吸这么困难 算了 我就拒绝呼吸 不能吧 感冒真的 我们身体非常不舒服 但是你不能因为 鼻塞呼吸困难 那我就拒绝呼吸 不能因为 关系建立非常困难 一句就放弃关系 我再次要说 神的创造 帮我们放在关系里面 如果整本圣经 用一个字来形容 或整本圣经 用一个字来讲到 它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的话 整本圣经都在讲 爱 如果圣经要两个字来形容 它的核心价值的话 就叫做关系 神因着爱 因着爱 我们在爱里面被造 神也在关系里面 在创造 帮我们放在一个关系当中 我在说 跟人的关系的建议是不容易的 但是这是我们的生命 就像十字架的救恩 耶稣的拯救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赎回我们生命中 所失落的关系 人类共同的困难 人类共同糟糕的命运 就是我们都失落与神的那一份关系 但是 因着十字架的救恩 因着耶稣的拯救 很重要的 把我们赎回了 夺回了 赢回了 那一份与神中间断掉的 隔绝的 不在的 那一份关系 再次为我们赢回来 如果失去了关系 我们做什么都很困难 你知道我们的生命 必须建构在关系里面 我再说一次 我们生命 必须建构在关系里面 没有关系 我们的生命是不能成长的 没有关系 我们的生命是长不大的 没有关系的训练 没有关系的磨练 没有关系各方面 你知道我们生命是无法成长的 关系 神造我们 因着爱为了爱 把我们放在关系里面 虽然建构关系挺麻烦 我再说真的很麻烦 它是每一天都在碰撞的 特别你要进入亲密关系 特别是夫妻关系 你要进入的时候 是非常不容易的 关系疏远那就还无所谓 但是天天要碰面的亲密关系 是非常不容易的 即便艰难 困难拉扯 让我们不舒服 但我们不能够丢掉关系 你的生命没有了关系 是一种慢性自杀 阿们 请你写在你里面 你让你的生命 不能不活在关系里 不能没有关系 再困难都要建造关系 因为生命失去了关系 就好像慢性自杀一样 上帝多么渴望 祝福我们都拥有一个幸福的关系 我们生命都必须活在享受一个关系里面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 你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 有一天你临终的时候 或有一天你生了重病 躺卧在床榻的时候 什么对你是最重要 你在乎什么 有人说 没有关系 哈利路亚 我虽然快要死了 但我拥有十亿的存款 好开心 但你知道吗 你的亲人都不在你身边 旁边只是医生跟医护人员 然后全身上下插满管子 没有一个家人 没有一个朋友 没有一个跟你有关系的 陪伴在你旁边 而你这样的离开世界 不是很悲惨吗 我再次要说 圣经给我们最中肯的一个答案 在我们生命中 怎样会养育我们 什么会让我们生命长大 我们生命架构在哪里 是在一个爱与关系的里面 阿妹 我再次要说 爱与关系的里面 而当讲到爱与关系 不是只你好我好 不是那么容易的 阿妹 不是只是为了讨好 不是只是说 当我很会 我成为一个营造关系的高手 我是一个人际型的 那我不是人际型 那我不是死翘翘 都不是在说这些 而是我们必须看重 关系是神放在我们生命里 很重要的一个要素 所以在美国被称为 管理学之父的彼得杜拉克 你帮我打一下 彼得杜拉克博士 他讲了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读 一位好的总裁 一位好的领袖 他首要的特质 就是他们要享受 与人的关系 所以特别当领袖的 你要成为好的领袖 很重要 其实你要先经营关系 阿妹 一个好的丈夫 一个好的爸爸 或者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孩子 从小我们必须学会这件事情 所以好的总裁 好的领袖 首要的特质 享受与人的关系 不是忍受 也不是利用关系 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我们今天就来思想 今天只能思想一件事 一点点的东西 我们都渴望 能够跟人有一个关系 请问什么叫关系 关系其实就是连结 那怎么叫做要连结 怎么样 能够营造健康的连结 一个健康的 关系就是连结 今天你的生命能长 是因为你有一个能力 知道怎么跟人连结 阿妹 你不知道怎么连结 那只是想利用别人 或被利用 或忍受 我要讲的 那是一个健康 那什么叫健康 健康是一种在互信的里面 的一种连结 我在思想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说主啊 我不是一个 很容易跟人连结 我有我的妹妹嘎嘎 我有我的性格个性 我有我的坚持 我有很多很多的 不是买乖 那叫我有很多的固执固执架架 我有很多礼教 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说 我真的不是一个 很人际型 很那叫什么 我都不会形容 那叫 反正就是 我有很多框架 我有很多限制 我有很多里面的 但我要说 如果像我这么困难的人 难道我就放弃关系吗 我就放弃跟人的连结吗 所以我要恳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我只能从某一个角度 切进来 因为讲到关系 它的层面很广 很多的 总之讲到关系 就是连结 而要健康的连结 而神就让我思想到 为什么这么需要关系 当你跟你老公关系不好的时候 你心里面会很坎坷 对不对 当你跟你孩子不好的时候 会很坎坷 当你跟你有关系的人 关系不好的时候 一定是坎坷的 所以神就告诉我 为什么这么需要关系 它不仅是我们的养分 不仅是让我们可以呼吸 不仅让我们这个 而其实关系很重要的是 帮我们带进到安息 你知道只要关系不好 你心里面很难安息 很难平静安稳 而安息是什么 安息不是只是无风无浪 神创造关系 神给你关系 神帮我们放在关系里面 很多关系让我们才得以安息 我在说安息 安息是什么一种情况 安息就是让我这个人 因为安息以及我的心 可以全然来 倚靠神的一种状态 叫做安息 你心里面不安息 你心里面不宁静 你心里面 关系不好 你就无法安息 关系不好 你里面就没有办法平静 你关系不好 你里面就是坎坷 你就没有办法安息 没有办法安息 你就很难能够 全心的来倚靠神 这是我最近在思想的时候 神给我的一个意念 因为我说神 那我这样怎么办 我这么有框架的人 我这么有这个古墨的人 那我怎么办 所以关系 无论你是属于人际行 不是人际行 我们都需要关系 那在关系里面 我今天只能分享一件事 我再说 我先把前提说清楚 我们关系建立的目的 不是为了讨好人 关系建立的目的 不是让人都来好喜欢我 其实关系让我可以 尽到神的安息 以至于因为关系 让我里面能看懂 怎么样全心全然的 来依靠我的神 好 我们先来读菲利比书 一章三到五节 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 一章三到五节 是保罗对菲利比的讲论 我们同声来读 保罗这一说 我每逢想念你们 就感谢我的神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 因为从头一天 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 兴旺福音 保罗说 我每逢想到你们 每逢思念想念你们 当他想到的时候 就发出什么 感谢 我想到你们 我思念那段时间 我在菲利比的侍奉的时候 我想念你们 我就感谢我的神 而且不仅感谢 每逢想到你们的时候 就要想要为你们祈求 而且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因为从头一天 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 兴旺福音 读起来很简单 好感人 保罗里面多么有感情 保罗你的感情多么的丰富 想念到菲利比的时候 想念就感谢 想念就为他们祷告 想念就想到 哇这个教会是一间 多么兴旺的教会 同心兴旺福音的教会 但你知道 你读到书行传 十六章 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时间读 你读到十六章 保罗在菲利比传福音 建立教会的经验是不愉快的 当他把一个被鬼赴的使女 把鬼赶走之后 以至于那个主人失去大发利益的机会 莫名其妙就被抓到官府 我要讲的是保罗在菲利比传福音 建立教会的经验是负面的 是不愉快的 是被伤害 是痛苦的 而且是莫名其妙被长官抓到官府里面 还没有审问就鞭打 然后被吓在监狱里面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 他跟保罗跟希拉 在监狱里面唱诗祷告赞美的时候 然后地大震动 然后监门打开 然后囚犯的锁链都松开 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就是发生在菲利比这个地方 所以对保罗来说 在菲利比那一段时间的传福音 建立教会 在他的记忆 他的感受里面是不好的 因为他被吓在监狱里面 他被鞭打 他被莫名其妙的诬告 然后被人恶意的伤害摧毁 而且在那里传福音是 很多反对的力量 是很挫折的 但是很奇妙的是 他却说 每逢想到你们 每逢想到我在菲利比那一段时间 来侍奉神传福音的时候 他想到这件事 他就怎样 感谢 现在在这里 我们今天神要我们学会什么呢 在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 跟自己的关系 跟人的关系里面 很重要的是什么 第一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讲第二 先第一 这是要常常向人表达感谢 这是在建立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事情 即便保罗在菲利比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 经验非常不愉快 而且是被伤害的 被鞭打的 但他想到你们 想到菲利比的时候 我就感谢神 亲爱的朋友 这是在关系里面 你知道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 当你想到某一个人对你说的话 某一个人对你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想到的都是伤害 你想到的是什么 是记恨记仇 是什么 我再次要说 保罗的过程是不愉快的 是负面的 是被伤害的 是被抓的 是痛苦的 是被鞭打的 但他想到那一段时间在菲利比 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 就感谢我们的神 你知道这里多么宝贵 你有看过地震 震到地震 大地震来 只有让房子倒塌 但你看圣经讲的地震 尖门大开 而且连这个囚犯的锁链 脚链都松开了 你有看过这样的地震吗 地震你看过就是房子倒塌 但那次地震 不仅地大震动 尖门打开 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 他们还在吗 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 代表什么 动弹不得 对不对 被关在监狱里面 你想做什么 你根本无法施展 你再有带大天大的功夫 你很想传福音 怎么传 因为你被关在那里 古代的监狱比现在更辛苦 你去看德国的监狱 我前一阵看到 德国监狱很不错 吃得很好 然后好像旅馆 可是古代的教会不是 那是很艰苦的 艰难的 地丝搭搭的 然后没有什么设备的 可能连床都没有 但你知道吗 被捆锁在监狱里面 动弹不得 但保罗希拉能做的是什么 唱诗祷告赞美 千万有在说 赞美感谢 当你灵里面向神发出 当你的赞美感谢 会改变震动物质界 你不要觉得 你好像被人的一句话伤到 这个人伤害我 这个人怎样 你好像觉得 保罗被捆锁在监狱里面 什么都不能做 他能做的是什么 就是祷告 唱诗 赞美 什么都不能做 能做的就是赞美 祷告 唱诗 结果地大震动 所以你知道吗 为什么感谢赞美的 力量这么大 今天无论你遇到 任何遭遇 就是单单来感谢 称颂我们的神 当你感谢称颂的时候 物质界环境开始改变 他想说捆锁在监狱 我还能传什么福音呢 但因为这样 囚犯的锁链 脚铐都松开了 而且监狱管理监狱的监狱 他们也全家得救 你知道吗 这就是传福音 保罗在监狱里面能传什么 能跟谁讲监狱 这么坚固的 但因着赞美 他想到神 彩排到菲律宾的这件事情 他就感谢 他没有说 我想到菲律宾我就痛苦 我想到菲律宾我就有恨 我想到菲律宾 我就是有牢骚 有满腹的牢骚 有说不完的苦水 他说每逢想念你们 想到你们 从头一天到如今 兴旺福音 这里我们学一件事 记得最好的 忘掉其他的 记得最好的 在最不好的环境 最恶劣的环境 就即便人的话语 各方面对你的伤害 你在中间怎么样能 记得最好的 当你开始感谢 当你开始称颂 当你开始神会改变 我们的眼光 确实人的话会伤害我们 确实人所做的 我真说真的是很 但是记得保罗学会一件事 无论在任何的处境 他学会从神的眼光 来看待每一件事 当你不再感谢赞美 称谢的时候 你知道你看不到 什么叫最好 你看不到神怎样在万事中 互相效力 你没有感谢称颂赞美 你看到的都是 人怎么逼迫你 人怎么陷害你 人怎么伤害你 但你开始感谢赞美 称颂的时候 你知道你的思维 你的看法就不再一样 所以保罗看见的是 其实那段圣经讲到 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同心兴旺福音 其实保罗想念的是 我们这样在困难中 我们能一起同心来兴旺福音 你应着你们的帮助 保罗想到的不是监狱的痛苦 保罗想到不是被这个官长们的囚禁跟鞭打 保罗想到是竟然还有一群人 跟我一起同心兴旺福音 这真的是神的眼光 神的 神的灵 不然我们看不见 我们记住的都是不好的 我们很难记住美好的 所以亲爱的兄弟们 我们在人际关系 或跟神之间的关系 跟自己 跟自己 你可不可以求神帮助我们 当你在称谢祷告 感谢的时候 眼光开始不一样了 保罗记得最好的 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能看到神怎样 在这件事情上面 让你看见 这个人虽然讲话不好听 这个人虽然得罪我 但是你能想到 这个人曾经帮助过我 这个人曾经对我的善意 如果我们没有感谢称谢 我们想到都是这人 对我们的不好 想到那句话 想到那件事 我们就恨得牙痒痒的 永生难忘 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因此 我们在这段圣经 学会的是 记得在不好的环境 糟糕恶劣的里面 被陷害被伤害 你能记得神怎样 在这当中 记得最好 感谢就是 你要感谢人对你的良善 在恶劣的环境 还有一群人 愿意跟你同行 兴旺福音 再就是 你能有美好的记忆吗 我再次要说 你记住的东西是什么 撒旦仇敌 让我们记住的都是恨 都是苦 都是被陷害 上帝让我们记住的都是良善 与美好 阿们 一件事 同样一件事 同样一句伤害你的话 你怎么去解读它 你记住的是别人对你的伤害 对你的瞧不起 还是你记住的是神 透过这人怎么样的 对你所表达的良善与善意 这真的需要很大的学习 要选择美好的记忆 还是你要选择记恨 约翰福音四章十节 约翰福音四章十节 我们留意这句话 我们来读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差祂的儿子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不是我们爱神 请问爱这件事是谁先主动 是神主动你主动 上帝主动 爱是什么 关系是什么 想一想 难道我们都从来没有伤害过神吗 你所做的 你从心里面 我们里面对神 难道对神都没有伤害 我们有时候 我们很伤透神的心 但神爱我们 神的爱不是被动的 是主动的意思 是即便我们伤害神 神仍主动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 差异祂的儿子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请我们留意思想这段话 如果上帝在每一次我们犯罪 对他的伤害 上帝只记住 纪念 我们在犯罪中 对他的伤害 在悲逆中的对待他 如果上帝只记住恨 记住我们的不好 神就不拆拍他的独生 爱子来 神的儿子 耶稣亲自成为被杀的羔羊 成为那个祭物 成为挽回祭 因着爱 亲自发动赦免赦罪的恩典 不再纪念 我在说 神的爱即便被伤透了 神仍主动的发动爱在我们身上 你能明白每一次你犯罪得罪神 或你背逆神 伤神的心的时候 耶稣的宝血涂抹 涂抹 请问什么叫涂抹 你的桌子这边脏了 你拿一个干净的 涂抹 就好像这里没有发生过 曾经这里好肮脏 没有发生过 神抹掉 抹去涂抹我的罪 赦免我的罪 神不再纪念 把我的罪丢在深海里面 我的意思是 当我们每一次悔改 回转认罪的时候 你那一次所犯的罪 神涂抹 神就不再想起 你某某年你得罪他 某某年你如何的对待他 神的爱 一次一次发动在 我们跟神的关系之间 是借着爱 借着赦免 借着宝血的涂抹 亲爱的女士你知道吗 这叫做关系 如果你的关系 不是建立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很难跟人有美好的关系 我在说这需要训练 思想上只记住良善 记住神的美好 记住人对我的善意 即便在恶劣的里面 你如何能够不同的眼光 看待这个人是如此的善意 这真的需要圣灵很强烈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因为我们成长的背景 都大部分都不是在被肯定 被赞美 被鼓励的环境中长大 特别我的环境是在一个严厉的 比较要求的 比较标准高一点的 长大 我说对我来讲 人际关系的建立是很困难的 或许你不一样 但是我们都很难 可能你考试成绩很好 99分数学考99分回家 爸爸看了你数学考99分 满多爸爸都会说 那少的那一分去哪里了 爸爸不会看到99分 爸爸看到是少的那一分 可能在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成长当中 大部分都是觉得 因为总是觉得不够好 不够好 我们容易看到不够好 缺少的 我们就是都把那个不好的 放大 夸大 把小事放大 我们在人际形势很困难 我可以告诉我 我就属于这一类 我真的属于挑剔的 就是没事帮助很有事的那一种 最近一次牧者的聚集 虽然大家都是关系 比较熟悉的牧者的 一个聚会 其中有一个牧者 晚到了二三十分钟 我就在 众牧者中间 就随意讲了一句话 我先把它简化 简化 我不能全部讲 全部讲你们就会猜到是谁 简化就是 做不出最后 个迟到 对我来讲是不经意一句话 或是觉得我只在讲一个我心中的标准 或我心中 我长期的厌恶就是 我很讨厌迟到 我不喜欢迟到 我只在讲一个我的标准 我在讲一个 一个我觉得什么叫做对 其中另外牧者直接回应说 记忠 我们讲话要说造就人的话 我当下 不太舒服了 我在想说 我这句话没有造就吗 我在讲一个事实 他确实迟到了 这个牧者 其实我们也很熟 然后也跟他RPG 总之 我就有一点 皱老白要训话就对了 然后旁边牧者说 我们说话要说造就人的豪华 可是对我来讲 我是在定一个标准 我在说我的不耐烦 或我的讨厌 就是我很不喜欢迟到 你知道吗 这样就非常影响我的 跟人的关系 如果上帝每一天 拿着他的尺度 他的标准 放在我们关系中间 加盟我们活得下去吗 上帝每一天拿他的话 放在 放在我们中间 你会怎么样 可是我们的成长当中 我的经验里面 就是这样 那天晚上 我还是打电话给那个牧者 跟他道歉 虽然我只在讲一个标准 在我里面一堆标准 一堆堆人的要求 但这很影响关系 阿们 夫妻不是这样吗 我记得我们刚结婚 我也是定很多家规 真的定很多 师母动不掉 我说我很爱你 很爱你 但是你要这样 这样 师母快疯掉了 我不是说关系里面不能有 有那叫什么 不能有规矩或不能有要求 但如果习惯性 我意思是我们要查一下 如果你比较跟牧师一样的性格的 我只能每一天求圣灵说 圣灵改变我 主我求祢帮助我 我需要在这件事情上面 有很大的学习 学习什么 我记住的都是记住 美善的 我记住的都是什么 我记住我想要的 我记住的是 我怎么样定的标准 我要特别求神怜悯 记住好的 忘掉其他的 不是代表说 那我们都不能有要求 或者说那我们都 否认一切被伤害痛苦的感觉 我觉得不是这样 而是 如果真要分享 你可以把那个人找来单独谈 但我要表达的是 在关系里面 如果你比较属于挑剔型的 要求型的 标准型的 然后有很多很多 你把你的这些 放在关系里面 我真要求神 也帮助我 也帮助你 因为这个是很不容易学习 非常不容易学习 因为我是在一个 标准环境长大的孩子 我可以告诉你 这样我不容易领受安息 不容易领受爱 我走了很长的时间 我真的走非常长的时间 不仅被破碎 我说神啊 我求你帮助我 怎么样在关系上 有一个突破 特别在亲密关系里面 你不要说你很虚伪 你不要这样讲我好吗 那我们都是讲别人好听的话 我要表达的是 如果你比较律法性的 那种 你被框住的 限制住的 今天我求神要断开 你想到你的父母 想到你所爱的人 或想到跟你有关系的人 或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你怎么样能够胜过 你怎么能够跨越 真的需要求圣灵 给我们看 新的看法 新的看待这件事情 就如何用感谢的 赞美的 称谢的 来看待这件事情 我求神怜悯我们 不然你知道 你里面会被自己很多事情卡住 这也就是圣经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五节所说的 哥林多前书 这里说我 这里讲的爱是什么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如果我常常计算人的恶 计算人没有达到我的标准 爱就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来看待很多的事情 我再说 真的很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 请问思想可不可以训练 可以有 不只是习惯 为什么要不断的练习训练的目的 让它成为一个习惯 好 我再说一次 不断的练习训练的目的 要成为一个习惯 因为我们感谢 称谢赞美 看很多事情 用神美好的角度来看 这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跟性格 但我们需要求圣灵 为什么保罗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跟师父这几年感情好一点 就是我先变化 我先改变 他怎么样我都说 我把他怕脱了 你现在做什么我都挑剔要求 然后这几年开始学感谢 有哪一个人可以跟你一辈子 动了一条 就是改变 我真的求神怜悯 当我们今天你要解决家庭问题 你职场的关系的问题 很多东西你真的求圣灵 今天需要 我们需要很大的被改变 因为当我们不断的练习训练 成为一个习惯 我这几年我发现可以 因为我们的习惯性就是挑剔 不爽不满 然后破口大骂 但是怎么样成为一个习惯 就我想 纪念想到人的好 纪念想到别人的付出 我想到神真的给我们 很好的弟兄姐妹 给我们很好的领袖 给我们好的小组长 辅长 导长 也给我们很好的全职团队 很多人都在讲 昨天他们上先知课程 邪聪牧师 还跟师母说 你们团队太累了 看起来好疲倦 我心里想我们充满战斗力 我没有听先知的话 先知讲完我还不爽 我说我们充满战斗力 他说你们已经很疲倦了 你们很困乏 你们需要休息 我常自豪说 我都不用休息 自己复原 其实骗人 我们真的很疲乏困倦 我们都需要修复 但因为不放心 因为不放手 所以童工每一天 发条上得很紧 所以觉得这样 充满战斗力的教会 但其实我里面需要悔改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把大家弄得这么疲乏困倦 也把自己弄得很疲乏困倦 我说求主怜悯 但是我要表达回来就是 你怎么样能够在你里面 随时发出感恩 称颂赞美 我在说赞美 称谢感谢 会带来物质界环境的改变 我在用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 我会请师母来帮助我们 信息的回应 跟要做一些医治 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节到四十九节 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节到四十九节 这段经文就是斐力 他对拿弹业 说我遇见弥赛亚了 摩西律法上 以及众先知所讲的那一位弥赛亚 我遇见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 拿撒勒人耶稣 当他的同伴 他的好兄弟拿弹业 听到斐力说 弥赛亚竟然是在拿撒勒出现 他直觉讲什么 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吗 拿撒勒是一个非常偏远落后 直到现在拿撒勒也不是一个 多么高明文明的地方 拿撒勒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偏乡 这个地方能出什么好东西吗 斐力说那你来看 下一页 耶稣看见拿弹业 耶稣说什么 对拿弹业说 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 他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如果耶稣明明知道拿弹业对他不爽 耶稣明明知道拿弹业看不起他 说我是拿撒勒长大的孩子 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吗 耶稣心里知道拿弹业对他 但是耶稣却说 拿弹业你是个真以色列人 心里没有诡诈是纯净的 拿弹业就很讶异 耶稣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你怎么这么了解我 知道我呢 耶稣对拿弹业说 你的朋友菲利亚 还没有把你带来的时候 你在无花果树底下 我就看见你了 好可能你们不太明白 这段的背景 我要讲的是 耶稣明明知道拿弹业 对他的评语不好 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 如果人家这样讲你 你会很不舒服 但耶稣却对拿弹业说 你这真以色列心里纯正 你是一个忧国忧民 你这为着以色列这个国家 你不断祷告 在无花果树底下 表明的是 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 常常在那里为国家祷告 你是一个常常为国家 为以色列祷告的人 你忧国忧民 你心里纯正 这个对话大家很重要 耶稣明明知道拿弹业 讲话不好听 伤到他 但耶稣却把拿弹业的价值感 说出来 你是一个忧国忧民 真以色列人 忧国忧民 多么希望以色列国早早复兴 然后你常常在拿 那个无花果树底下 祷告的人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 耶稣也会遇到 遇到对他不怀好意 不是不能讲不怀 就是对他可能评价不是很好 但耶稣却用正面的回应他 今天的关系 包括我们跟神的关系 跟自己很多人在咒骂自己 很多人不喜欢自己 我求神今天早晨帮助我们 在人际关系上 我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眼光 无论这环境再糟糕 无论受再大的痛苦伤害 我都能够发出感谢 我都能够欢欢喜喜的为菲律比教会来祷告 我只能说神在15年前 拆派我跟师母来 我要很感谢神 这15年多来 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虽然有很多的艰难挑战 但主我想到 被拆派到高雄 我就充满感恩 充满喜乐 充满神你奇妙的作为 好 请我们这边可以上来 大家可以闭上眼睛 我不想只是停留在信息 你有没有哪一个人 哪一件事伤害了你 在你里面一想到你还是过不去 你先想一下有哪一个人 哪一件事 一想到你到现在还是过不去 虽然你的概念 你说我已经把伯母忘记了 但你可不可以为这个人 为这一件不愉快的事 负面的伤害你的 你开始为他感谢 你只要感谢 谢谢神 把它放在我生命里面 谢谢神 谢谢主 把它放在有一段的关系 主啊 让我生命中有一个学习 不要让这个负面的伤害的关系 继续让你的生命停止停顿 让圣灵光照我们 圣灵这时候光照我们 哪一个人 哪一件事 听众子妹 你想到了这件事 你就开始为他感谢 谢谢主把他安排在你的生命当中 如同大卫遇到四美骂他 他说他要感谢神 尤其他这样骂他 神就可怜他 使恩给他 所以弟兄姐妹 你开始为你想到跟这个人的关系这么困难 你为他来感谢神 为他来赞美神 来为他来肯定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还是把这个人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是的 主啊 你把他摆在我的生命当中 为了要来祝福我 雕塑我的生命 主啊 谢谢你 当我遇到这些的难处 主啊 我要来寻求你 主啊 你要使我生命可以扩张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因为这样的人跟我不一样 这很大的差异 他要成为我极大的祝福 主啊 他要补足我所有的缺乏 主啊 我仰望在你的面前 主啊 们弟兄姐妹 在关系当中 主啊 这么大的痛苦里面 主啊 你要今天 你要给我们恩典 可以有突破 可以有突破 主 我们谢谢你 主啊 我们要看见神 你爱我们 谢谢主 谢谢主 第二个 我们祷告 这边很多人 你觉得自己很不好 你觉得自己很麻烦 你也觉得自己怎么那么敏感 你干嘛要在意那么多事 今天神要来帮助你 神说 孩子 他爱你 他爱你 他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在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他就介入到你的生命 要来翻转 他要来祝福你 因为他看到你里面的宝藏 你是以色列 你是真以色列人 你在神的里面 有极大的美好 我们要来领受基督的爱 你唯有领受 神是如此爱你 你里面就会安息 当你知道神爱你 你知道耶稣爱你 所有的你生命中的困难缺乏 他都乐意来帮助你 你就很安息 你就不被这些焦虑抓住 你就能够跟耶稣一起同工 当然你知道他爱你 你可以问他 那这样这件事要怎么处理 耶稣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来帮我 你拆派资源来帮助我 来带到主的面前 神乐意 耶稣乐意跟你一起同工 主 我谢谢你 我们这样的弟兄姊妹 在线上肝脉 主啊今天让我们知道 我们多么的被恩宠 我们多么的被爱 主啊以至于 主啊我们生命不被羞耻抓住 不被自我形象低落抓住 我们知道神啊你要恩待我们 我们是大蒙恩宠的人 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万事要互相效力 叫爱神得着益处 我们定义要成他 成为爱神的人 主啊从今天开始 我们有肯定的话从我们口中而出 我们的口要受隔离 开始有感恩 有感谢 有肯定 有欣赏的话从我们口中来出来 主啊我们谢谢你 所有的关系要一个改变跟突破跟修复 主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勇气利于我们的祂说祝福 天父我们现在感恩祢何等的爱我们 是神先爱我们 主我们不懂得什么叫爱 我们也不懂得怎么建立关系 是以祢的爱帮助我们 父我求祢今天的话语信息 深入在我们心里面 主让我们真知道建立关系 是让我们进入安息 以至于我这心可以全然来依靠 投靠我的神 父我谢谢祢赞异把这恩典祝福领为 每一个人身上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 上夜此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引到场 愿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 永永永远 阿们 好不好我们这次把装装散散顾与神